改个账 好了 同归 我要不惜一切代价 让你亏待我的怀抱 我只知道我曾经是一个一无是处 除了钱以外什么都没有的人 我懒 我爱玩 我张扬把扶 相反我倒觉得你这个人善良 有热情 有抱负 有梦想 反而有钱可能是你唯一的缺点 你知道有一句话叫做 天将将大人于私人也 必嫌苦其心智 劳其筋骨 恶其体肤 你可能也不知道 是吧 你很了解我 我呢 是想跟你说 把这一关挺过去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以后的路我都陪着你 我会让你说 难受 怎么了你 行李仓坐得我 哪儿都不舒服 头还有点晕 有没有车来接啊 有啊 出租车 薇薇 天宇 你怎么来了 我来接你们的 你叫他来的 我 没有 天宇 一会儿可能有人来接我们 我就是来接你们的人 怎么 怕我测在你们俩 放心 不会 走吧 走吧 来 吃到那边 跟上 我 天宇 你怎么来了 好 前两天打给Tracy 她说你们今天回来 刚好 我今天要来送客户 我想时间也差不多 就跟她说 我可以来接你们 谢谢 来 上车 上车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她对你有企图 你别胡说八道行不行 我胡说八道 你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对不起啊 谢小飞 谢小飞 你给我站住 她故意 她就是故意的 还吃醋啊 我告诉你 我就是看不惯 她那张虚伪的面孔 干什么掐那么使劲 我看看中国的醋 跟美国的醋 是不是同一个味道 别开玩笑了行不行 我没开玩笑 你有什么好吃醋的 不管谁来接我 我都是你的女朋友 那么小气 这就吃醋了 谁小气 你 她是不是男的 吃着男的就不行 你知不知道 幼稚鬼 那我走了 你去哪儿 你过来 给爱个针 好了 这 同位 我要不惜一切代价 让你回答我的怀抱 好 走吧 来 等一下 你必须得跟我保证 以后不准再单独见秦天宇了 他以为我爸现在不是董事长 就能把我怎么样了 但是我告诉你 我一定证明给他看 什么叫破船还有三千钉 还会说谚语呢 衣服穿得挺少的 进去吧 走吧 走吧 怎么了 要 不换别的地方 没事啊 先刷我的卡 你先刷我的卡住下 有什么事明天再说 你别管我了 你先走吧 不管你 让你谢小飞饿死街头 明天上社会板块 我说了不用你管了 你回去吧 我说了我就管你 走吧 去哪儿 去哪儿啊 跟着我走 喂 大白天的 大白天的 还在睡觉啊 昨天晚上我和同学通宵唱K了 天宇哥 什么事啊 没事啊 很久没打给你 想跟你聊聊天吧 你少来 说嘛 你想知道什么 还真买不了你啊 天宇哥 我也很同情你 但是你和夏小飞实力悬殊 我真没办法了 看来你应该还不知道 谢小飞要完蛋的事吧 夏小飞完蛋 死了 死了倒是痛快 比死还惨 我天 烂香蕉怎么来了 怎么了 我谁把夏小飞带我家来了 先不说了 先不说了 还有事 我还有事 算了吧 我还是别住你家了 你怎么还跟我这么客气啊 不是我跟你客气 我是真的没法跟那么多人住在一起 那你想住到哪儿去 你除了住我这儿 你还想住哪儿 我谢小飞再怎么样 我也还是会有地方住的 好 那这样 你今天先住下 明天你再去找其他的地方好不好 你说我这么一大男人 你让我晚上凑合在这儿住着 算了 真的 你说实话 你是不是就觉得 你一个男的被我一个女的收留 你面子上过不去啊 一点点 一点点 你就是一直男癌 走吧 好 不不不 其实我已经跟罗宾说好了 我晚上去他那儿住 好 那你走吧 你要是走了 我以后再也不理你了 你又威胁我啊 对啊 那我问你 面子重要还是女朋友重要 那肯定女朋友啊 那走吧 叔叔 什么呀 我又回来了啊 我又带朋友过来了 来我们家暂住几天 谢小飞啊 怎么来中国不住五星级酒店 非得来我们家呀 怎么了这是 难道你们家破产吗 天天 别瞎说 那我先带他上楼了 好 好 你就先住在这儿吧 有什么需要你再告诉我 生气了 我能不生气吗 我这辈子没受过这么大的委屈 你这辈子刚过了多少啊 你可别忘了 你呢是要帮你爸爸 夺回家产的人 有一句话叫做 大丈夫能屈能伸 你呢 要觉得自己是一个大丈夫 你就踏踏实实地在这儿住下来 但你要是觉得你不是 你可以走 不是 是 是 我是大丈夫 我忍还不行吗 没事的 不是有我陪着你的吗 我都会不会